為什麼?因為大家就比較不會輸入錯誤的資料 明明如果有清單,反正就照著清單做 你也不用去叫對了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真的很麻煩 光要找出那個錯誤,其實就很花時間 那下拉清單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類似像這邊的下拉清單 就是可以讓它直接點它旁邊自動拉 拉出00到008 那第一個當然,如果你要做出這樣的一個清單的話 第一個呢,我們就必須先找到這個儲存格 它本來原來的實是任意隨便輸入,但如果要把它改成清單 可是它會跟你要一個什麼清單的來源 那來源我習慣一下 我會希望把這個範圍先變成編號的名稱 因為我習慣還是用名稱來代替那個範圍 所以我先把編號到底下的範圍 因為它的名稱在上面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點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什麼編號 它的對應的範圍在這裡 OK OK,第一個按去關閉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編號 名稱在下面的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要做清單的地方 先進來源 第二個的話,再就到資料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是哪一個? 這個圖欄很小 以前的話,在舊的版本 是在這邊大大的一個圖 現在變成這邊變小小 所以在這裡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預設值 意思就是它原來 原來 原來是一個任意值 那我要把這邊變成一個清單 所以第一步,先把這邊改成一個清單 它會給你要來源 當然我們可以用選的 不過多半你的來源可能會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的話,不像現在的同樣的工作表可以用選的 如果你在別的工作表,你可能先過去再選 我是覺得比較容易出錯 我的習慣是用名稱來代理 所以這邊F3找到編號 你到編號裡面去找 找到之後的話,把編號的資料 你就把它塞到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將來的話,這個就會多一個箭頭 它會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自動帶到這邊,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來看按確定之後 下拉清單就出現 所以這邊的001 按下它,你會發現它自動會動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清單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人輸入009 所以它就用選的就好了 它還蠻方便的 這個當然你也可以做成橫向的 下面資料也可以變橫的也可以變重的 反正就可以把資料抓過來就OK 這個做完之後,請問 再把這個工作表複製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換一個 換成什麼index 常用的,查詢還數 反正就是沒有用過的就把它用用看 還有什麼,像index 或者是offset 這幾個 這幾個呢,通通都可以查詢這樣 但是也許啦,我不知道哥沒用過這個 如果沒有用過,記得要把它熟一點 不要像之前的同學,他只會一招 就Vidu函數,而且Vidu函數還不太熟 還搞不清楚那個0跟1到底是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index的話 假如要查詢,那我要怎麼查? 你可以查到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index 按確定,那預設用這個好了 因為它有兩組,我們用預設這一組 它其實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你要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比如我要的範圍是這個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請問一下你要找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呢 請問一下你要找的是哪一列 比如說這個004 還好剛剛1234 剛好它的4,就剛好是它的列號 所以其實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直接選這裡 H3 那你可以想說那列號 基本上是數字 可是上面的004是文字 沒關係,因為這邊是需要一個數字 你給它一個文字 你給它一個文字之後 其實resale蠻聰明的 它會自己幫你轉 把0004 自動轉成4 它會自動轉型 所以其實0004 它到這邊之後的話 自動幫你轉成4 4 意思是第四列 那再來的話哪一籃 哪一籃呢 1、2 第二籃,所以數2就隔了 你會發現張宏才出現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反正呢,index它主要的邏輯就是 在某一個範圍裡面 先選 你要抓這個範圍裡面的哪一籃 哪一籃 一定是先列再籃 這感覺其實還蠻像那個 有一個 VBA裡面有一個 物件叫seals se se其實也有類似的概念 seals就是 刮斧前面不是先什麼 先列再籃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大概會向下填滿 所以這邊把它鎖起來 F4 鎖列就可以 那列號的話 這邊也把它鎖起來 哪一籃 2籃 剛剛不是有類似的 1、2 那可以什麼 用RAW 小瓜糊 這邊改一下 小瓜糊 減多少呢 現在4 我要2 減掉2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放開 OK 張宏才 這個 資料 完全match 一樣 像下 因為剛剛那個 下拉清單 剛剛有把它帶過來 所以 基本上也可以 index 也可以做出 我們一樣的效果 不過這裡因為 它那個什麼呢 它那個列 基本上剛好 跟它的編號是match 不過以來可能不一定match 所以你如果不match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茶的 那會配合match的函數 如果這邊的話 你要加一個match也可以啦 你可以試看 如果在這邊 我如果不用那個match 我可以 也會不會查 可以啊 所以你這邊的話也可以 試著做做看 這邊也有一個match函數 那match函數呢 基本上就多一個 你要找什麼 LugaValue 其實就是找它 RangeLuga 要在哪邊找 在這裡面找 有沒有 幫我找08 在哪邊找 在那邊找 那match type的話呢 其實除了0跟1之外 還有-1 很妙有沒有 它一直有0 跟LugaValue一樣 要找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1的話 是你要往下找 -1是往上找 OK 走接近的喔 但是一個是往下 一個是往上 不一樣 這裡比較簡單 因為完全一樣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它會告訴我 我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已經找到了 是在第幾個呢 欸 第八個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match 只是幫你找到 第幾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在這邊 加一個match的話 按個決定 它結果會不會是一樣的 其實 往下 應該這邊還在怎樣 數一下 基本上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說 堆到數去 一模一樣 225 有 沒錯 OK 所以特別說 剛剛兩種方法 一個比較簡單是直接 把這邊 用這個帶過來 另外一個方法是 拿這個 去這個範圍裡面查 查到它是第幾列 所以match 如果你在那個index裡面的話 應該都會放在什麼呢 放在 rule number裡面 不可能column 因為match的話 是找 第幾列的位置 OK 為什麼我特別講 這個index加match 因為我發現 最近我那個 YouTube頻道裡面 講到index加match的 這個影片觀看次數 非常的多 所以 我想說 應該大部分 很多人都想要學這兩個函數 所以我特別再講一下 表示說這個應該很重要 不然奇怪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看這個部分影片 顯然大家不熟這個東西 match其實就是用這個 去這個範圍裡面 找到第八個 不是指的是這個 指的是它現在的位置的第八個 所以我就把這個8 放到 rule number裡面 那index就知道說 你要抓第幾列的資料 不然的話 你直接給它就可以了 OK 那大家就來試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index 或者你也可以再配合match的這個函數 當然做完 你可以再試看 index跟netoffset 其實這些都是相似的 那個查詢函數 那有部分的功能是同的 但是有部分功能 就不見相似喔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查詢函數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功能 雖然有部分都是 相同是都查詢 但是呢 有部分是 有些函數就是查不到 可能你要用其他的函數 才有辦法查出來 所以這當然 你至少多一些方法 將來再用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的選擇 不過坦白講 像那個什麼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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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 其實index 還是用的比較多 那像 index 其次 offset用的機率 其實就還蠻低的 所以有些東西 如果使用機率不高 大概我們就略講就可以了 我們專門鎖定最重要的 去學習 有時候那個效益會比較高些 但其他並不是不重要 但至少你要知道 那使用函數呢 並不是十倍 而是要靈活去